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理論上 如果說 預先已經知道黨名那OK 可是 蠻多地方 如果每一次都要這樣做的話 其實好像也有一點點 半自動化 你好像也沒有全自動 所謂的沒有全自動的話 你還是要先自己 產生那個什麼 自己先把黨名全部找到 才有辦法做後續的 可是如果你前面沒有辦法把黨名找到的話 那變成你還是沒有辦法把裡面全部合併 所以剛剛部分應該算是半自動 那如果你要全自動的話應該 自動把那個黨名全部列出來 對不對 列出來之後怎麼樣 再直接把那個黨名去開啟 開啟完之後再慢慢合併再存檔 這樣的話 幾乎就是全自動的 可是要怎麼做 其實這邊的話如果 當然在Python裡面也可以 那VBA也可以 只是說特別注意喔 你可能 要把程式做適當的修改 那我這邊其實已經有把最後改完的 放在雲端上 你也可以參考 剛剛是用FOR回圈對不對 FOR裡面 是一個範圍 然後去抓我們A欄的那個 儲存格的當名稱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全自動的話 可能要 改兩個地方 最最重要的 第一個是什麼 FOR回圈 要改成什麼 DoFile Loop 有沒有 FORNAS要改成 DoFile 其實在Python裡面就File回圈 第二個的話改什麼呢 就是說那個黨名 我們不需要 先產生 但是呢你必須要配合一個函數 叫做DIR 特別是喔 DIR 那不就跟那個DOS裡面DIR 一模一樣的名稱嘛 其實對 他的作用跟在DIR裡面的那個用法也差不多 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說 你第一次的時候告訴他目錄 哪個目錄 第二次的話呢你就在DIR 他就一直幫你往下找 一直幫你往下找 如果有找到他就把黨名 吐回來給你 比如三重.txt給你一個 中立.txt給你一個 直到沒有 沒有的話他就跟你講說 裡面已經沒有了 沒有的話呢他就會給你 一個空置串 所以我知道說如果找不到他就空置串 所以我就可以把什麼 剛剛的程式 做修改 那哪些地方做修改 我再把重點跟各位講一下 兩個地方喔 主要第一個是 把那個什麼 把File回圈改成 DoFile 把那個File回圈 改成叫DoFile回圈 那我這邊改一下 也許叫什麼 就是名稱 改一下 那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要把那個什麼 這個地方 這一行本來是File回圈 那我把他改成什麼 File File 我把他改成叫DoFile 所以這邊的話 第一個 Do File DoFile什麼呢 也許那個file name 而且 名稱也許我自己取了 變數名稱等於沒有東西 沒有的話 應該是不等於沒有 不等於沒有意思說 他有找到檔名喔 找到檔名做什麼呢 你繼續幫我往下找 loop Loop L-O-O-O-P Loop OK 所以他 一定是 DoFile加一個Loop 那前提是 找不到 如果他 不等於空的 那就是有找到那個檔名 那我怎麼知道說有沒有找到檔名 你可能要在上面補一行 這個file name 請你用什麼呢 DIR有點像我們剛剛下一個指令嘛 那 輸入一個DIR 刮壺 跟他講說 請你在這個目錄裡面幫我找 哪個目錄呢 就是 C冒號 斜線這個有沒有 到全省郵局這裡 這個路徑給他一下 請特別注意喔 最容易發現錯誤在哪裡喔 後面這個斜線 這個斜線一定要加喔 這個斜線有加跟美加完全不一樣喔 如果你沒有加的話喔 他就是找download 裡面的東西 OK如果你加的話 意思說 找那個全省郵局 後面的東西 那個裡面喔 所以這個特別注意喔 這個東西看起來沒什麼 但 最容易出錯 因為之前 同學最容易犯錯就這個 忘了打這個斜線 這個斜線指的是那個目錄裡面的意思喔 那個目錄裡面 如果你沒有講 他就不知道是那個目錄裡面的東西 那他會怎樣 第一次DIR他會先抓三重 抓第一個給你 那我們只要怎麼樣 把剛剛的那個 序詞這邊的那個 抓儲存格喔 把它改成叫fname 然後後面這個 向下追蹤這個不用改啦 因為都一樣喔 只有改那個名稱 他抓到的名稱給他 那他去開起來 開起來之後的話呢 就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為止 最後 存檔的話也是一樣 不過 我是建議喔 因為呢 他是直接去抓那個 目錄裡面的東西 所以喔 請各位注意一下 你不要最後再把 O放進來 因為放進來 你下一次在 合併的時候 他會也把 O也合併進去 所以最好 你那個 那個 全部的這個 O 部分的話 你不要 把它存在 目錄裡面 把它放外 像剛剛的DIR 我也想把它搬出去 這樣子的話呢 基本上就完成 我們的這個 城市的 其他部分 我看看還有什麼地方 這邊怎麼出現這個 刮壺 這個 剛剛這個刮壺應該 這邊應該是連這個刮壺 剛剛刮壺漏掉 那就把這個改成fname 然後 這邊的話 把刮壺 就是把全省郵局 放外面好了 合併的部分 不要放那個 裡面放外面 這樣子的話 就 大功告成 這樣的話 你就不需要 第一個工作表 也要先預先做那個 黨名的部分 那我們來 讓一下 給我看一下 基本上這樣 再check一下 所以基本上就改哪裡 1 這邊 改 4回圈 是向下去抓那個 那個第一個工作表裡面的哪一個儲存 現在不是 現在是他自己幫我去DIR這個目錄裡面的東西 記得這個 這個雙以後 沒有 這個 那個反斜線 這一定要加 他會去裡面抓 抓到之後呢 如果裡面不是空的 就幫我開起來 後面的話 其他 這個改一下 還有 大概就是 另外就是最後存檔 不要存進去 否則你現在是合併又合併到 那個 這個O也把他合併進來 接下來最後我們來 確定說他這個執行 OK 其實 你這個工作表裡面這些東西 你不用貼也沒關係 你把它刪掉 這個時候呢 把它執行給各位看 那我是建議 如果你要執行 你按F8 或者是中斷一下 為什麼 最怕就是 一執行 掛掉了 那你可以 先 這邊設個中斷點 表示說 程式執行到這邊先停一下 確定什麼 確定有沒有抓到檔名 再下一步 所以執行 停在這裡 F8一下 那 其實這個除錯 我是覺得 可能相對又比Python 來得更方便一些 因為他可以中斷 當然Python也可以中斷 只是Python的那個除錯環境 還是沒有像 VBA這麼有 我覺得比起來 VBA的除錯環境 還真的比較人性 那我怎麼知道說 那個 FileName裡面是不是抓對檔名 你會發現檔 有沒有 游標放在上面 他馬上告訴你 那個FName裡面 已經幫你抓到 第一個檔名 就是叫三重 OK 那如果你對的話 你就怎麼樣 可以繼續 往下跑 他會不會是 空的沒有 所以他就幫你把它開 但另外一種情況 我剛講過 如果你怎麼樣 這個 把它Delete掉 有沒有停掉 OK 我故意把這個刪掉 執行一下 按F8 你會發現什麼問題 沒有東西 有沒有發現 也就是如果你少一個這個 這個符號 有跟沒有差很多 所以 請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執行的話 怕錯 請你先在這邊設個中斷點 先讓程式停住 那另外我覺得 VBA還有一點優秀一點 就是說 程式跑過了 Python 剛剛同學 那個 孫子有問我說 能不能程式回頭 那 在Python 好像不行 沒有找不到這個功能 那VBA能不能回頭 可以 如果像剛剛 我改了 但是呢 問題是我要讓這個程式回頭的話 他可以往上拉 他程式還可以回頭 你就不用說停止重來一遍 也不用 再按LIF8 看一下對不對 對了對不對 你就可以往下走 所以其實VBA在除錯上面 我覺得 相對的比較優秀一點 好 那在這邊的話 開啟 他就幫我 把它加進來了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已經 把資料匯進來了 然後 在全部 如果都沒問題的話 就讓他跑跑跑 跑到他已經沒有了 然後他幫我存檔 存檔出去的話 基本上 就OK了 怎麼跑那麼久 DI 忘了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所以如果你這種無窮違拳 Ctrl Black先打一下 差一點 記憶體不足 因為 你還要讓他往下 找下一個檔 不然他會怎麼樣 一直重複開那個檔 一直重複加 一直重複加 一直重複加到已經看到記憶體不足 如果以後你忘記 所以杜瓦爾迴圈很危險 他可能會陷於無窮迴圈 如果你 假設要停下來的話 你記得按Ctrl加一個 Break Ctrl Breaker 然後增錯一下 記得讓他往下抓下一個檔 下一個檔怎麼抓 記得就是file name 等於dir 給他 給他一個小刮符 就可以了 就 第一次要跟他講 去找哪個目錄 那第二次的話 就不用講 就跟他講 這個意思說 這個是找那個目錄的第一個 這個的話是 繼續往下找 下一個檔 OK 然後再下一個檔 有沒有 下一個檔 有沒有 所以這邊 我把它停一下 因為剛剛 這個會變 跑太多 差一點無窮迴圈 那最後的話呢 再加一個dir之後 讓他跑一下 一樣確定有了 F8有沒有 有 然後就讓他往下 往下走 那大家第一個會先抓三重 dir特別注意喔 這一行義是說 現在還是三重嘛 下一個的話是哪一個 中立的有沒有 所以 這個是找第一個檔 這個是找之後下一個 下一個的檔 然後他會 跳到loop之後 這個裡面是不是 是不是空的 是不是不等於空的 就是有沒有找到 有 有就繼續再開 直到什麼 直到他完全沒有為止 就幫我把它儲存一下 因為這邊已經有一個 把它儲存 把它覆蓋過去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樣子的好處 就是說 你完全不需要再新 就是說 貼那個檔名 也不需要 那裡面的話 就合併起來了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我也要把那個剛剛好 我做好的那個 哪些程式 可能 需要修改的那個畫面 也把它貼到那個雲端上面 你們可以再參考一下 主要就是把那個 Fourness回圈 改成 Doify回圈 都